你再讀一次这个五蕴 就看看这些五蕴 其实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世间相 那你转身之后再一次读色 那就是因缘妙有了 色法就不是在跟你觉受上面 去做很多的连结 你把色法单纯的 就看到它因缘妙有 所以都一样连你自己也一样 那受呢就是清净证受 痛也是清净证受 所以一切都是清净证受 那想呢就是要如理作意 以上的这个因缘妙有 清净证受也是如理作意 所以就是要如理作意 行的话随缘菩提行 那是的话就转世成知了 那总说啊 就是从哪个点入都可以的 你从像状上 自己的觉受上 自己生命的现象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入 这佛法浩瀚无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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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